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刚才讲到的福岛核废水排放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闻 但是它是主要的问题 其实老师认为这只是一个事件的开端 算是一个要因子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这个举动日本首相菅义伟 有点做了类似道行逆施的感觉 让美国的额首称庆 你这个日本干的不错 让亚洲开始不安 让大家对你这个日本怒目相似 这个举动会不会有点地方在暗示什么 暗示了这个世界的变化 正在以打仗或是战火点燃的方向 这路径开始去迈进 有没有这个可能 怎么说呢 核废水当然不会是稀释之后就没有影响的 就像刚才有朋友提到的 它办出来其实12.43年 而日本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储存废水吗 其实以日本的国土面积来看 找快深山 然后挖个大坑里面再建议一些 把它做好防护措施 比如灌水 你任何他们的防护措施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可以处理掉 基本上是不会太难的 挖出来的土 你甚至还去填山 填海或者来干什么也都行 但基本上没有说一定必要是 它只有排放大海这一个路径 因为本身这个水 它当然危险性没有这么大 但是你把它存在地底下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日本也不会没有地方可以去存 这个是不当然的事情 所以说这一层一层的 假设把它挖个大坑里 一层一层摆下去 那基本上你也可以避免了周边国家对你的怒目之举 这个是很正常的 而更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日本宣布这件事之外 北韩竟然没有发射导弹 这个事情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北韩基本上是无惧于日本的 为什么 因为北韩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谁他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他最主要都被制裁了 现在能给他帮忙的基本上也是只有中国 加上他们又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所以说基本上他是只听中国的话 这个是大家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排放核废水这个决定之下 难道身为首相的菅义伟 不知道会让日本的渔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吗 你流放入海 日本整体的渔业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这一点都不夸张 就连现在美国都开始要禁止日本的海鲜 以及系列产品进入了美国 各位知道这件事情吗 美国的FDA在日本决定把废水倒入大海这个决定的时候 而且在美国的政府去赞许日本的决定 说你符合我们标准说我们觉得你这样做很好 就几天之后他就怎么样 禁止日本部分的海鲜、鲜奶、米、麦、鱼肉等等的 进入美国 为什么? 以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里面有核污染 那么美国为何还要赞许日本呢? 因为第一件这件事情 日本压在两年之后 代表日本这两年 认为世界的局势是基本上难以预估以控制的 真的不一定只有说储存场地的问题 各位在新闻上都看到那个空拍图 基本上每一天143吨水的这个容量 没有可能日本这么大的国土你是存不下的 你说只有在核电厂的腹地 那也比较奇怪 因为你在后面盖更大的仓储之类的 通常都不是难事 福岛这么大 当时千居的人有多少人 所以说他基本上是不存在于是说 他真的完全放不下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遇到这件事情 说我一定要把他宣布 两年之后首相有没有可能都已经换人做了 那么他现在这个决定是不是有可能 所以是以命令方式去取消 但是如果他现在在整个亚洲局势回安不明的状况 日本你什么都不做 美国的新老板他也不会去同意 所以现在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应付一下美国的新爹 至少让中海你要先跳脚 换取了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的宽松 包含他们汽车零件等等的宽松 以及其他军备的保障 来换取日本短期时间的平安 日本一直来说大家都说 他一直很挺美国 其实这是有很大的原因 那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之后 他受到美国的资助以及钳制 一种鞭子 一种胡萝卜 美国对日本用的很好 所以是说日本现在几乎没有能力去反抗美国 其实按照了美日的安保条约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一句美日的安保条约 美国在紧急的时扣是可以征用日本20%的国土 随他说他就可以征收 这是美日安保条约里面的细节 美国可以随时征收日本20%的国土 你觉得日本他应该怎么样去抵抗美国 短期之内他日本是没有办法从美国新爹的手掌上去翻过身来 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历史原因 而不是只有日本你只认美国 而是他除了美国之外 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有自主的权利 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 当时为什么日本没有被清算 就是美国要由日本来做亚洲里面的一个可以操纵的旗帜 不然你在远东的地区你要怎么样可以保障你的俄罗斯 你的韩国 你的越南 中国甚至中华民国 你要怎么样能够控制住 你不能只靠一个小岛中华民国 你倒必须一定要留着一个日本在 当然中华民国当时是拥有整个中国了 是后来败退到台湾了 这个时间当然时间走老是知道的 但是日本本身的用意就是在于 他养了一条在亚洲的恶犬 对他来说这是比较好的做法 这个有没有对跟错 没有对跟错 这个只是这是国家的政策运用 我们不要以正义或是邪恶的安排 但是他们用的是这个模式 好吗 而在另一个方面 美国在这个时候撤出了中东地区 要把在20年前911恐怖攻击之后 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 要退出了整个的战场 这场阿富汗战争持续了20年 消灭了宾拉登 歼灭了伊拉克的海山政权 培养出来什么 不是自由民主跟不爱 很多人就说你给他送自由进去 送民主进去 没有 他培养出来的是更强力的塔利班的团体 而且他还协助了建立的ISIS 这个伊斯兰国炸掉了叙利亚 让无数的百姓成为难民 更烧掉了美国两兆9500亿美元 阵亡的美国大兵总共有7000多人 直到现在在中东 美国口中所谓的恐怖分子 比他过去介入的阿富汗战争或是两立战争之下 还有更加的强大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中东所有的民军 民兵 政府军 圣战组织 ISIS 都是使用美国的军火居多 不是全部 但是也是居多了 包含了美国大兵 都是一样 所以说仗越大 美国的财团 军火商 挣的钱就越多了 而这些钱最终集中在少部分人的身上 而整体美国却没有更加的富有 为什么呢 因为花是花朝廷的钱 肥了官商勾结的人 所以美国这场仗 打的是人神共分 赚的是满波满喷 这就是他的道理 刚才老师有讲到 美国是培养起来ISIS的这个伊斯兰国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明明就是要对抗ISIS 怎么会老师会是说 他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呢 当时在中东地区有个稳定 都是因为有海山政权在 所以在伊拉克那些地方 他们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他有强权、强人政治 你今天这些强人政治 一旦失去了群龙无首 他培养出来的后继之军 当然就会更加难以控制 所以说ISIS这个什么 这个伊斯兰国 基本上是间接由美国所培养起来的 而并非是说那些恐怖组织为对抗美国 基本上也是美国一手所造成的 一边要围剿你 一方面又要卖你武器 各位 你有美国有个电影卡 好莱坞的叫做军火之王 各位可以去看看 其实他是真人真事去改编 但是其实也不会差的太远 最后好像这个主角也后来也被 伏伐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需要他了 不是吗 而这场战争最讽刺的是 花的费用大概就是美国新总统拜登 所规划出来的大基建方案 所需要的费用 也就是总计2兆5000亿美元 这笔钱如果早20年上花在美国的基础建设里面 而不是花在打仗上面 那么美国现在的基础建设可以说甩中国好几条街 连车尾都看不到 继续称霸20年都不是问题 绝对没有疑问 但是美国把钱花在战争上面 所以美国现在的国力衰弱 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太强大 也不是俄罗斯在后面给你耍小辫子 基本上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人自己把自己给脱垮了 中国基本上老师还是认为 他只是按照了正常发展的去建设这30年 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那是因为别人弱才显得了中国特别强 而不是中国本来就很强 为什么这是有原因的 按照中国在历朝历代 包含远到了什么春秋战国 甚至到汉唐时期 做好都市的基础建设 奖励农商挖渠道 勾渠 然后来去做运河 这基本上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的政治思想 既不是共产党所发明的 更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 就连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 我们现在也是民国 民国初期都是一边建设生产 一边的去抗日 这是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个延伸 他并不是说共产党特别厉害 特别为建设国家 没有 中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为了建设 一直建设不断建设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不要说三星堆 那搞不好是外星人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从我们挖出来 殷商甚至下潮的一些都市遗迹 我们就可以知道 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所在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这是一直都看到的事情 而美国到底为什么要打中通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找到理由 来介入了中东的石油 来控制石油的来源 给美国有足够的能源保障 避免什么 避免再一次的发生的石油危机的产生 所以为了这个条件 中东必须要乱 而且必须乱的彻底 让中东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掌握自己国家的经济 必须要借卖的石油给美国 甚至让美国来占领他们的游警 来换取武器 来对抗反对政府的势力 而反对政府的势力 为了抵抗政府 所以说他也必须弄钱来跟美国买武器 然后这些武器打入了美国大兵的胸膛 7000美军就放下了自己的身体 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而这两年的新冠疫情 有56万位的美国人 倒在了自己政府的手里 战争很残酷 但是错误的政策远比战争还要残酷 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 可能就丢了性命 这场战争起自于美国在中东的巧取豪夺 所引发了宾拉登的复仇 宾拉登的这个事件 并不是他无中生有去跟美国去报仇这个双子星的案件 而是他受不了美国在中东的巧取豪夺 所以双子星的911事件 才产生了这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让美国有3000位老百姓上升 而在美军在中东去掀起的这些战争 所造成的死伤 至少百倍于911 这个相信世界各国都不会反对老师这个讲法 有人说美国撤出了阿富汗的战争 让阿富汗的地区再也没有获得自由跟民主的机会 但是其实各位有没有想过 没有欧美的军队的介入 人家中东地区数千年来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是因为你世界大战打到人家家底上 人家才过得很不幸福美满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人家产石油 所以必须最大程度的民主欢乐送 没有这个民主欢乐送之前 谁能告诉我他们过得很痛苦 以泪洗面 茶叶蛋跟榨菜都吃不起吗 当然没有 那是因为你们介入了 人家才连榨菜跟茶叶蛋都吃不起 而现在撤出阿富汗了 是因为美国的国力是难以为继的吗 其实要说一个是比较实在的 依照美军现在的实力还不至于到如此 他继续占领也是没有问题的 撤出战场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必须去检视一下现实的原因 现实原因就是美国现在自己就产石油了 对不对 所以他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庞大 相形之下 亚洲的局势是更需要处理的 所以撤出阿富汗 这是表面的原因 第二层原因是什么 第二层原因就是 欧美军队撤突了 那么必然会对中东地区进入了新一轮的战国的时代 彼此周征来争取权力的宝座 这个时候对于伊朗 以色列 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的地区的混乱 就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混乱的地区就需要稳定的能源 那么欢迎大家向美国来购买 美国所生产的叶岩油 这当然也不是美国终结的目标 这也是第二层的道理而已 那么第三层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中东来更加的混乱 美国就可以继续的卖军火 隔山关虎斗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中国跟伊朗的关系 还有能源的供应都可能产生了变化与变局 那么这个时候把混乱的中东丢给接盘侠的中国 就变成可以消耗中国国力以及精力 以及避免中国达成能源供应保证的最好方式之一 东边给中国排放核废水 西边给你放火打仗 这个足够让中国感到非常困扰 喝他一壶都还不够 而且美国可以就此多边的军火销售 又不用赔上美国大兵的性命 更不用花费大量的军费 一举多得 岂不妙哉 虽然台面上拜登讲的是慈悲 以及义政延迟的正义 我们不要再继续牺牲了 我们要回到家里 让美国大兵跟家人团聚 你之前不要派去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是说像拜登讲的那样子的演讲 虽然面容慈悲 但是老师认为他也只是冰山的微笑 下面才是真正的是戏 而且才是真正最深层的地方 而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美国一旦宣布撤军之后 伊朗的核设施的电厂 以及他备用的电厂都发射了爆炸 让伊朗的核子设施 所需要运转离心机 他必须一直不断的去运转 他就受到了影响 人人都觉得是说这个是以色列干的 都说这个运到钱包组织 这一定是以色列做的 但是以色列却不去吭声 没有说我做的 也没有否认是我做的 为什么不为什么 但是美国却发了新闻稿 有意思的是美国发了新闻稿 白宫发言说这一切跟美国都没有关系 美国只是路过的 什么以色列人 什么伊朗人 美国完全都不认识 所以说就发生了很像什么事情 就发生了像这种 以色列变成一种状况就是 他只能吞下这样的鼓鼓 因为以色列真的有能力去爆炸所有电厂跟被电厂 这当然后面一定有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以色列苦 但是心里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还需要美国的介入 来维持他领土的完整 说在这国际之上的变化 实在是令人有时候会觉得目不侠击 变化之多 其实我们一个礼拜讲一次 其实都已经跟不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未来要不要多开一些单元节目 老师还在想 不过现在的局势大家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接下来讲到的问题 后面可能引发了 当然就是我们亚洲很大的一个混乱